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媽 你走慢一點啦 那我多陪你一下嘛 好啦 護照呢 好啦 護照呢 從小 陪伴我長大的 除了我的媽媽 就是相機快門生了 小時候的我 跟媽媽感情很好 經常像兩個孩子一樣 一起打鬧 我的爸爸 從我小時候就缺席了 媽媽常說 只有我們兩個人開心 對爸爸太不夠意思了 媽媽快點 好 來 所以 就只好用相機代替爸爸 隨時在旁守護我們 也把我們記錄生活的片刻 我想 這是媽媽 曾對爸爸允下的承諾吧 從我有印象以來 童年中的每一個片刻 都被勤奮的媽媽 給記錄了下來 又要拍 哪有人家拍照板著一張臉的啦 快 一張就好 一張就好 還有一張 快啦 秋秋 有一段時間 我開始厭惡眼前的事物 厭惡老師 厭惡同學 厭惡生活的一切 當然 更包括了拍照 還有按下快門的媽媽 早餐又吃這個喔 不好吃嗎 你都跟你爸爸一樣啦 偏食又不愛吃早餐 我坐下來吃早餐 你又要拍我 考試都快要來不及了 反正不然你在怎麼拍 爸爸都不會看到啦 我會上學的啦 從那天開始 那個我從小聽到大的快門聲 好像從我們家就此消失了 家裡沒了快門聲 時間 依然繼續走 而我 也成為了一個平凡的大人 好像很忙齁 很忙每天都做不完的事情 媽媽我要上班了喔 好 我開始體會到 生活 是多麼的平淡 多麼的無味 已經確定了嗎 嗯 對啊 我們確定了 這次的機會真的超難得的耶 而且要是我做得好的話 我就可以長期派住在那邊 反正你放心啦 一兩個月我就會回來一次啊 要去那麼遠的地方 而且 兩個月才回家一趟 等我那邊安頓好了 麻煩你就可以過來玩啊 就當做 度假啊 旅遊 還可以讓你免費導遊喔 你不是很愛拍照嗎 那邊超漂亮的 你一定拍到拍不完 好好好 去哪裡都好 只要你好好照顧你自己 我在家裡啊 等你回來 你也要好好照顧你自己啊 嗯 吃吧吃吧 仔細想想 這些日常的種種 好像也沒有記錄的必要 欸 媽 怎麼了 你不用上班嗎 我肚子好痛喔 吃完了啊 我不知道耶 小姐是屬於比較嚴重的腸胃炎 通常重狀況 我們會建議留在醫院 多觀察幾天 要做幾天啊 一般來說 大概二至三天就沒事了 然後在醫院打個點滴 不用太擔心了 媽 我下禮拜還要出國耶 你看吧 邊上醬裡 不要熬夜 不要亂吃東西 你都不聽話 緊要關頭 出事了吧 起床吃飯了 現在啊 有胃口啊 就多吃一點 現在吃了什麼 我只能吃白粥了 媽 媽 你吃了沒啊 我吃不下 你吃吧 吃不下 我這幾天是不是都沒吃什麼東西 我啊 嗯 有啊 不是 你看最近我胖了 圓了一圈了 我還是少吃 很瘦 好 你是不是肚子不舒服啊 要不要就我下光好看一下 我沒有問題 倒是你麻煩啦 你問題比較大 我 你過幾天要出國 行李準備好了沒有 好煩喔 所以多吃一點好得快 OK 好 好 媽媽幫你裝溫水 好 好 你怎麼了媽 坐太久三道藥 藥酸了 坐太久才來一下耶 快吃 媽媽 我的藥是不是在哪 我自己翻你包喔 小雅 這些衣服 媽這什麼 我 有沒有看到這個範圍 這個大概是三公分的腫瘤 所以才會導致最近會有腹痛 食慾不振 腰酸等等的症狀 從檢驗的報告來看 可以確定是卵超癌 超癌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之前都不跟我說 你現在才要跟我說 我不告訴你 就是怕你擔心啊 不想給你添麻煩啊 媽媽 好的 別哭了 媽媽的症狀還不算太嚴重 只要配合治療 一定有機會控制得住 你看 跟我們平常拍的照片 有什麼不一樣 媽媽還年輕 還有力量 媽媽還有力氣跟她拚了 可是我明天就要出國了 我怎麼可以不在你身邊 你給我聽好 你一定要去 你自己的未來 你要努力去追 媽媽的未來 自己也會努力面對 好嗎 我不知道 要怎麼做 才是對的選擇 要怎麼做 才可以成為媽媽 最好的家人 媽媽 你走慢一點啦 身體不舒服的人 還不趕快休息嗎 那我多陪你一下嘛 好 護照呢 看到了 你又來了 這個你就帶著吧 新的地方媽媽也去不了 幫我多拍一點照片 我們要一起加油 兩個月以後 你變厲害了 我變得更好 好 你所有的哦 一定要變得更好 去吧 我有能力 可以永遠守護媽媽嗎 還是會像那牆上的照片一樣 一切都只能停留在過去 在這牆上的照片 因為在這牆上的照片 與牆上的照片 為什麼要這麼好拍了 跟牆上的照片 无论是哪一张照片 或者是喜怒哀乐 难道我们有一种办法 可以把癌细胞杀死吗 卵巢癌是所有癌症里面 复发率比较高的 所以纵使开刀之后呢 我也不会排除你会有复发的可能性 通常开完刀 我们会搭配化疗 万一未来复发 还可以试试其他适合的标白药物 控制再次化疗后的病情 来延缓癌细胞的复发与扩散 原来妈妈的快门声 从没有消失过 小雅 你怎么会这么干 你打 妈妈 现在我给撑了一点 反正不管你再怎么拍 爸爸都不会看到了 健康是要天天累积的 多吃一点好得快 大欣 有妈妈在 去哪里都好 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妈 又是在飞机上 我要在陪你啊 那你的工作怎么办 我只有一个女 当然是要先来陪你啊 工作以后再说啦 谢谢你 谢什么 你和我妈欸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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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这是妈咪哦 这是妈咪哦 妈咪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了 不管未来的结果是怎样 你都要好好地照顾你自己 妈咪永远爱你 我要一起加油 妈妈说 快乐就像健康一样 要天天累积 曾经我是那样的幸福 却也是那样的自私 谢谢妈 你这样一天天地看顾着我 让我从小到大 累积了这么多的幸福 我要和你一起 勇敢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